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露使到所有修憲法門 那最終 只有一直求生往西方極樂世界 真正佛陀所講的西方極樂世界 那個淨土永遠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永遠在你的心中 所以真正的法門你要去露使 包括回家 我剛剛講的 你要修兼故鄉 什麼叫兼故鄉 就是回家的時候 你要睡覺以前也可以再靜坐一下 去修主觀一下 所以隨時隨地 當你沒有辦法睡著的時候 起來靜坐 起來靜坐 不要去吃東西啦 或是去做什麼其他事情 就起來靜坐 那很好 真的很好 睡不著覺起來靜坐 然後 我可以跟你保證 我可以跟你保證 大概五分鐘以內 你就想要倒下去睡了 所以 真正的休閒 睡不著覺的時候 起來靜坐 那真修的人 他靜坐以後 他一樣仍然要想睡覺 但是他的睡覺品質會非常非常的好 不會妄念一大堆 不在那面望那種的 就算面望啊 不去望就望望了 所以真正的修行 是要透過我們外在的一些方便法 進入到我們的內在裡面 那個內在就是法聲了啦 發聲啦 所以大家都聽過三聲三聲 那叫法聲嘛 暴聲嘛 硬化聲嘛 這個其實都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具有這三聲 問題是大家都把它往外去走 就像這樣佛德教有這三聲 像這些神佛的神菩薩的 靜菩薩的教會三聲 錯了 凡人一樣有三聲 一樣有 只是凡人的這個法聲一直都被掩埋掉 沒有辦法把那個法聲去 為什麼 因為修行方法不對啊 所以你就找不到自己的法聲 而且聽到外面的一些 這個網路媒體說 這些諸事 都找不到自己的法聲 所以真正你要落實 要進入到法聲去修行的 這是你內在去修行的 當我們隨時隨地都在修行的之後 那 真的精進 一開始可能沒有辦法適應 但是 還是要一次一次的自己要求自己啦 書不在旁邊不在道場沒有辦法要求 因為回家就是你個人的問題啦 如果修行的法門沒有辦法帶回家 只有在道場才有辦法的話 這樣的修行法門我們要去疏討 我們要去做保留 所以真正的修行 是要把修行的法門 帶到你的家裡面 帶到你的主場 帶到你生活上面 你都可以用的 這樣的修行 才叫做真正的精進 第二種就是種子季子孔 又稱為人際關係 人生根啊 不如意的十字八九 這人生不如意十字八九的問題 大概都在人際關係上面 處不好 你因為這種人際關係處不好 所以造成很多人哭啊 就認為人生無常啊 這個苦就逼迫了 所以如果不能改善人際關係 而心中就會浮動 會躁動 憂慮不安啊 因為人際關係一直沒有辦法 相處得很好 而且啊 我們常常會碰到一個問題 這個人際關係大部分都你 你認識的人 甚至於是你家子裡面的人 人際關係如果弄不好 真正的其他的外在的人際關係 就很難弄得很難 有一些人認為說 啊我在外面喔 我的人際關係很不錯啊 啊回到家裡面 那個不是人際關係嗎 都是一樣啊 你自己的家人更重要就是 你自己家人的人際關係 如果弄不好 你外在跟我講說 啊我外在的人際關係 那個公貪賊的 那個交際手腕 那不叫人際關係 真正的人際關係要弄好 是自己家裡的人 都能夠互相諒解 互相去扶持的 這個才叫做人際關係 所以人際關係 包括親子親友同事同袍 同學等等 可以說 佔了我們人生當中 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凡人 所以 種子 季子之下 生活周遭的族群 不論是血緣 冤親 同學朋友 同事等等 這個善言 都要合合 才稱為季子 那 惡言相對就不季子 這個就不上季子 所以 人際關係 在家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人家在外面 可能有時候 被人家瞪一眼罵一季 我們 就 不願意跟他回 跟他一樣的見識 就 就離開就好 但是回到家裡 就不同了 先生罵一季 太太罵一季 就開始運氣 運氣 後續的動作 各位都知道 各位多元 有這樣的經驗 不用師父講 所以 重點的人際關係 要先 從你 內在你 家裡的 從開始 去 調節開始 所以 一個 修行人 不要說 我只要修行 就好了 這個沒有關係 如果 這個人際關係 搞不好 你修行 就 修改 離離落 因為 師父看太多了 一個 太太要去 道場 老公 就罵 一天到晚 跑道場 家裡都不顧 或是 先生要去 修行 太太 就是 修行 有什麼必要 家裡都不照顧 家裡都不照顧 這個就是 沒有把真正的人際關係 把它調節好 那 你說 這個人 再怎麼用心 每一天都 往道場去跑 好了 到最後的問題 還是一樣 煩惱還是一樣 一大堆沒有解決 因為 這個叫做 逃避 它並沒有真正的 露俗到 法 讓我們去改變 這些問題 甚至休閒 我們要重新去思考 所以 在不計時的環境下 我們要 妥善的去處理它 不要去加重心理的負擔 也沒有加重社會的責任 或遭受心理不安等等 結果 才能夠促進禪定功夫的進步 這個是要再加一說一說 這裡講的很含蓄 那個遭受心理不安 也就是你有罪惡感的時候 什麼時候有罪惡感的時候 就是有一種虧欠的時候 當你有虧欠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真正的去修行 我舉一個例子 當你犯罪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真正的安心 很多人犯了罪 就往道場去跑 逃避 認為在佛菩薩的避陰之下 我就不會被抓去了 所以你的觀念是錯誤的 這樣的觀念 我們要重新思考 所以當一個人被通緝的時候 他逃到寺院去 但是有一天 也一樣在寺院被人家發現了 那你如果再待下去 一樣沒有辦法待下去 所以這些部分都是告訴我們必須要去妥善的處理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一定要把它圓滿掉 包括自己家裡面的人際關係 包括你欠的賬你都要去處理掉 以前講的大家都知道欠債還錢嘛 你那個不處理 你說要逃掉 逃掉我不處理 我不還債 我逃掉去 去做一點功德 看看能不能彌補 這個都是妄念 這個都是妄念 該處理的 該面對的 一定要面對 不能逃避 任的時候都要去面對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修行 如果只是透過我今天 我今天我因為我去修行 我都到場去 問題沒有解決 因為這個佛菩薩不會幫我們解決 佛菩薩給我們解決的方法 都在法上面告訴我們 他不會說啊我在跟你騙兩個 什麼事情都解決 那這樣啊 社會就沒有問題了 社會就很安寧了啦 哪裡有這些問題 這樣大家也敢犯罪 所以不要往外去求 往外去求 所以我們心裡如果有障礙 心靈曾經創過傷 這個都是要透過我們去好好的 把自己的心裡透過佛法裡面的 如何能夠去調整 去做心理輔導 所以這個 這要真正實修法裡面的一個 淺顯工作 我們都要去做 所以包括人格上面的 健全不健全 如果一個人格不健全的 你說要來參加主觀禪修 那怎麼禪修 第一個他就是沒有辦法做下來的 所以人格不健全 你必須要透過先行的 心理輔導跟調整以後 你才能夠真正的 生日在這法上面的修行 這個就是不加重心理負擔 不加重社會責任 或是遭受心理不安的 還有一種的問題 就是染女上面的問題 你跟人家睡覺了 懷了運了 你不好好的處理 想要透過到道場去逃避到道場 你的心理負擔有沒有解決 這個就是加重社會的責任 也遭受心理不安的一個結果 這個都是實例 因為這個所有都判過 我說你這個不好好去解決他 你只是逃到道場 逃到佛術院去 躲避而已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佛菩薩 不可能幫你解決這樣的問題 幫你解決的佛菩薩 有說的話裡面 告訴你如何去面對 如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要去先行 真正要實修 以前要去先行去做調生法 有三個條件的人要先做心理輔導 第一個人生觀念要健全 心理不能有障礙 人性不得有扭曲 如果人生觀念不見全 第二個心理有障礙 第三個 人性扭曲的 這個如果不做先行的心理輔導 沒有辦法修主觀 因為主觀就是馬上見效果的 那這個如果沒有做先行的一個調整 心理沒有做先行的調整 那是等於說一個武俠 他面對面就是兩個 整個就是刀跟對刀的 他如何靜下心來 好好去面對這種問題 沒有辦法 所以真正的實修的時候 就是已經要建功夫的時候 那問題是大家都不了解 真正的實修是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就聘命主是去了解一些諸事 就沒有辦法把這些條件去解決掉 第三種就是身相祭族緣 又稱為身心祝在緣 那個是主行者 修行者心智要健全 人格完整的情形 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健全的人生觀 完美的人格健康的生緣 本來我這一集會講到人生的一個意義跟價值 但是我先把這個跟各位去談 我們可能下一個禮拜再講 如何調整我們的那個身心的一個健全 就我們現代人來講 生活環境複雜 人際關係 他的維繫 幾乎都駕崩了 很難維持一個長久 而且一個很和諧的人際關係 這個就是現在社會的現象 那種互相依賴的那個倫理幾乎都瓦解掉 那麼人就意思就正式的依靠 臭質沒有辦法排解 妄想又多又大 那這樣的問題 造成我們很多的理想沒有辦法實現 那現實又面對很重的一個無力感 雖然如果沒有解決 那對我們自己的人生觀就會開始產生偏差 產生偏差 那人格就開始產生缺陷 人格一缺陷 變我們的心靈就嚴重的受到損害 受到傷害 那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所產生這樣的人 他是無法進行真正的主觀訓練 所以很遺憾的 這種人不管是禪修 或者念佛念作也好啦 最容易讓他們產生妄想 人生觀不見錢的人 不管修什麼 他的妄念就絕對一大多 再加上一些善知識的一個引導 就拼命想要看到佛菩薩 跟你講佛菩薩在我們自己內在裡面 你又不相信 一直想要看到外在的佛菩薩 一看到雲像什麼樣子 噢 菩薩顯靈了 那個佛像 噢很像佛像 然後就說噢 佛菩薩顯靈了 尤其在法會的會場 這個事物碰得太多了 在那種場合 你又不能去打他的臉 他在跟師父講 我師父就是笑一笑而已 在那種場合 我只能笑一下 我怎麼樣 所以 因緣不對的時候 我不會告訴他 因緣不禁止 我也不會告訴他 所以能夠來到師父這邊的 已經因緣禁止了 我才會講一些比較生日的 比較讓人家聽起來不舒服的一些話 對一般人來講 因為這會撼動他們的一個 一個地位跟觀念 所以這種人 因為在社會上得不到認同 所以他最後就說 啊修行最好啊 結果呢 不管有修沒修 反正到最後 聽了很多的一些知識 就開始就跟人家變了 哇變得一大大 最後 歪力十八條條條條欲力 你永遠變失他 因為這個疏忽痛太痛了 不管來到道場或在外面 一樣 像這樣我就三千七口 我就只要點點 好 佛法講的 聖莫蘭 不講話 我就今天你聽聽你講 他發表 一段的高興了 好謝謝師父 我說好謝謝 就這樣而已 所以真正的修不是IQ高 福德技職 IQ越高的人 越糟糕 因為那種供高我貌的程度 那比再看到天上的那些像還供高 所以這個是師父親生一直常常碰到的這些問題 但是又不能抓他尾巴的時候 那種無力感啊 真的讓我真的有時候真的 萬壇一大堆啊 萬壇又萬壇又怎麼辦 因為現在大家講的是末法時代 大家都講末法時代 結果真正自己在搞末法 都不知道 所以真正的我們隨時要警惕自己 所以如果身心不見證的 甚至於殘破的人 要先做心理治療 人格養成的教育 重新建立自己的正確人生觀 那慢慢自己人生的那個人格達到成熟的一個階段 重新塑造這種殘破的一個心靈 你才能夠真正的真實的面對實相 因為我們要去了解的整個 不管人 不管宇宙 不管宇宙 不管宇宙界 他的實相 我們要去了解 那個就是必須要先調整你的那個人生觀以後 近日到實修以後 你才能夠真正的生日了解到 身心上面的實相 人生真理實相在哪裡 整個宇宙自然的實相在哪裡 這不是法法而已 這個是必須要實修實正以後 你才能夠真正見到你的實相 那 書一直以來一直 蒼情的就是 先從觀行法慢慢進日到 將來 各位如果進日到所謂四念制的修行的時候 那個 那個在飛的程度啊 那是 不是跳一階 可能有時候就是 兩階三階就會一直往上跳 但是基礎一定要達穩 基礎不達穩 後面 都不用這樣 所以在祭祀層面上面 第一個就是神經系統要放輕鬆 第二個是心理系統要放輕鬆 一般很多人我們碰到的 放輕鬆 有時候反而 越緊張 你看很多道場 在修那個洞產的時候 就很簡單 他們有行產的這個教法 但是我看到每一個人都很嚴肅 為什麼很嚴肅 因為一緊張就開始嚴肅 那個臉齁就崩起來 他沒有放鬆 要行產能夠真正的放鬆 是你要行到你看起來 你這個人 像左看悠閒 那個臉不會崩起來 如果一個看行產的臉一崩得很緊的 就絕對沒有放鬆 就絕對沒有放鬆 沒有放鬆 不管神經或心理都沒有放鬆 所以 因為一緊張我們的大腦活動就會很活躍 因為他是同步連線的 他開始在就在運作 當我們大腦一開始活動運作的時候 那必然緊張就隨著就來 那這樣就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放鬆的目的 就算你唱歌 就算你睡覺 一樣沒有辦法放鬆 就是因為 跟我們大腦在連線 你的大腦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思考 就比那個行產 我如何將我的 那個走得很穩 那個大腦一直都在那個去想 我要怎麼走才能夠很穩 沒有活在當下 因為想的太多了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早上剛剛睡醒的時候 本來應該要很舒服的 但是我們常常會看到很多人 早上一起來肩膀就慫起來 為什麼 除了沒有睡好覺就是緊張 一緊張人的肩膀就會慫起來 如果沒有修個主觀的人 你一專注的時候 你肩膀也常常會慫起來 不懂得放鬆 放鬆可以專注 那種專注讓你沒有壓力 而且不會累 但是如果沒有修過主觀的人 那種專注到最後會很累 很累喔 以及我剛剛聽到一些人去修那個 不管是七天十天的 他們又回來講 是很累耶 我說因為你都沒有放鬆 你身也沒有放鬆 心也沒有放鬆 所以你就算靜靜在那邊 這點點比較多 到最後一樣很累 你沒有辦法讓你的身心很失談 這個就是方法不對 方法不對 所以如果你自己已經知道 我已經開始在緊張了 好動一動 在我們的殘功裡面 有一個 就 先 調自己的 呼吸 那個就是 讓你先 開始 放鬆的時候 的一個方法 很多人一開始就做 沒有調呼吸 那一做下來 肩膀就往上拱起來 因為要 要讓自己挺直 那一挺直 不懂得放鬆 肩膀就挺起來 就往上拱起來 這樣不要做 一半小時 十分鐘就開始累 所以方法一定要過 有很多方法 講了以後 自己要去體會 要去俗修以後 去體會 所以 這個 禪坐以前 說先做 先做我們自己的 調息 那個是關係到神經系統 呼吸是牽涉到神經系統 所以 調息 目的就是 讓我們的神經系統 也能夠放鬆 因為神經系統 是跟我們大腦 是連接在一起的 一大腦一動作 神經系統就 開始 很活躍 所以 透過調息 讓我們的神經系統 能夠放輕鬆 能夠放鬆下來 我們的 那些 助力神經 就能夠很平和的運作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尤其對一個容易緊張的人 調呼吸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這個我講過 任何一個演講家 他要上台以前 一定會做深呼吸 這個都不用騙人的 每一個演講家都一樣 你不要認為他在台上講的 哇 好像很輕鬆自然 但是他在上台以前 第一個動作 一定先做一下 停下來 做深呼吸 第二個是心理放鬆 不要固執己見 包括一些個人的經驗 一些觀念 我們隨時都要去修正 因為在佛法裡面 只要講的 故主己見 你就沒有辦法 將心打開 那只要講心量要打開 就很難 因為故主以過氣的觀念跟想法 所以一開始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寫過什麼法都沒有關係 來到這邊 就先不放下 重新放空 把自己歸零 重新來受這些新的經驗 所以這兩個問題 神經系統放鬆 心理系統放鬆 它是牽涉整個 整體我們身心方面的問題的 它是牽涉到我們整體 那個能不能變化 這個是非常關鍵 非常大的 不管你修什麼法都一樣 如果一開始緊張 會幫幫它 如果因人不記住也很難 我講過 我曾經在台中的一個 一個大樓辦一次法會 所以是因為特殊的英年 也剛好他有那個蝴蝶英年 所以幫他解決那個大樓的問題 跟他個人的問題 我最近 來幫我蓋那個 那個鐵 那個鐵盔屋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蓋那個 油膩瓦 他的附近的問題 來問師傅 阿怎麼辦 他 我 又不願意讓他插管 他又 又在那邊哭 阿我每天就 必須要去照顧他 我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跟他約 什麼時候來他 一直時間沒有辦法安排出來 然後 那有一天他就 來跟我談 什麼時候怎麼做 他就問我這個問題 這個是常常我們會碰到的 工作沒辦法做 他每天就要過 在北城的人 他是在醫院 他說阿蘇如怎麼辦 就英年 這個英年氣質 我就告訴他怎麼辦 結果 他那個早上來 中午 大概中午的時候 那我幫人的時候 他就用那個賴癮 就跟他講 師父 我 父親往生了 這個是個人的福德英年 英年如果不記者 就算佛菩薩一樣 沒有辦法幫你 所以 剛剛近日到場的人 來 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而且心念一定要正 如果今天他來的是 想要 只是純粹賺我的錢的 心念不正的 因為有阿 以前 將近十年以前 我這個 想要想要見的時候 就有人來找我 我 我要他估價 他怎麼估房 你知道嗎 他以為我這個吃家人 什麼都不懂 結果一間房間 我跟他講我多寬了房間 他結果 跟他估了兩倍的價錢 我說 他說 你這樣不太行 說 不然這樣 師父 我再給他看一看 這樣再跟他講 結果 第二次來的時候 跟他講 師父啊 這樣不然這樣 算一半就好了 你想一想 這樣的人 我會不會讓他做 這個就是 心念不正 心智不正的 那這樣的 有因緣 如果他有苦 有沒有這個因緣 繼續 幫他處理 那不進來 雖然 以我們吃家人來講 應該要除非違反 問題是 他的心念 心事都還沒有 轉的時候 你跟他講這些 他還不盡難聽得盡氣 就算你有意要去幫他 也沒有辦法 這個是很多人 往往錯誤的一個 觀念想法 認為 蘇家人就要有那個 除非違反 我有困難你就要幫我 問題是 你聽得盡氣 聽不盡氣 如果我用 一般人的方法 可以啊 我幫你做一個法會 要多少錢啊 你來啊 有啊 我前幾天 因為有一個道場 請師父去幫他們 莊園道場 就是在家人 因為要解決他的 那些家裡的一些困難 所以就叫那個道場 幫他幫助我回來 有沒有效果 見仁見識 這個我不講 重點是 如何往內在去追求 我們內在的那個神性跟佛性 這個就是必定要透過主觀念 才能夠找到你的真正的佛性跟神性 否則很難 你要消災解惡 可以跟著天王夜談 所以進入佛門 很重要的一個人 就是真正的要得到一個正法善諸宿的主導 否則 包括佛事宴 包括一些宮廟 那麼多人 有沒有真正的善諸宿 各位自己去分辨 尤其一些宮廟 大部分的 大概都是去拜拜的 能夠跟你 講修行的 少住又少了 不是沒有 少住又少了 都要的是什麼 你來講修行 才來講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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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讓你修行 真正讓你修行的 但是呢 重點就在這裡 凡夫未卻 常常會掩飾心形 不露心機的 這樣的人 這樣的 這一輩的人 不是為正法而來的 往往都是所謂的 好奇 真念而寫 這個好奇 真念就是想寫一些 忘之忘念的東西 簡單講就是想要寫一些神通 而且常常我們會看到這些人 無所事事 無所事事 那無所事事的時候 他有時候又色列非常的廣 佛寫知識又色列非常廣 所以開始就油腔滑掉了 歪力十八條跟你變得 我真的 我真的 只要有人想跟師父變 我就是三間其口 我不會趕你 但是我會請你好好的離開 為什麼 因為所謂不應激 佛陀講的也都是常常講說應激 就是因年激旨的時候 他才會真正跟你講法 否則 他也是跟你講一些 所謂的 做人怎麼樣 做好事 行好心 說好話 現在變成一個口語 問題是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真正的做到好事 大家認為所做到的好事 在很多真正的正法的角度來看 不竟然是好事 我簡單講一個一句話 我為你好 你認為是我在幫你 我在做好事 我為你好 其實那個為你好這一句話 是非常重的一個給對方的一個負擔 推求到最後是為你自己好 不竟然為他好 因為他的角度 他的問題 是因你個人的觀點在看他的問題 不是換角色 當你換角色 當你換角色 你把你換成他 他換成你的時候 就不同了 你就不會去說 我為你好 所以這一句話 我們常常會聽到 破片都會 聽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的一個負擔 所以行子安置行道 心念至於道上 要放下一切外言 截之言想 安心辦道 這個叫做念祭祀 這個截之言想 就是不要被一些外界去 在那邊拼命這些想 在那邊拼命這些想 不管是善的是惡的 那個都是外言 如果這些外言 影響我們的心念 能夠安置在當下的話 這個就是盤外言 妄想盤外言 這樣的心念就是一直往外去飛 沒有辦法安置在道上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就是 邪之邪念 你那個念就不具質 這樣的念就不具質 所以 這一點裡面要特別注意 因為問題是在心裡面的影子 人家是看不到 不注意到的 一般人是看不到 不注意到的 所以你碰到的是一個 已經有相當修為的人 才能夠看似你內在的那些問題 所以我們要去注意到 人 易以偽裝 容易偽裝 你 你就找不到他的真正的正 正 正切的一個觀念跟想法 所以這一句話 我為你好 這句話 不要隨便亂講 因為 因為有太多的不真實 我們 一般人 你沒有辦法看到背面 你只看到前面 沒有看到背面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必須要透過俗修俗正 必須要透過真正的善法諸事 幫你去修正 幫你去修正 因為當我們有協助協念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跟正道 去契合 講一個 講一個 師傅碰到的問題 我說 師傅 我跟你講 我要來你這邊吃家 我說好啊 他接下來說 我吃家很好 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心裡就呐喊 反過來就講一下 比較難聽一下 師傅又不欠你 我要養你 你來這邊吃家 什麼都不用做 阿叔來養你 那我就已經離家 來修行了 我還用一個家來養你 那我從另一個家 再進入另外一個家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得 什麼叫做真正出家修行呢 所以真正 我再聽一下也有一個師傅 他說他兒子喔 想要出家 有一天要帶來跟師傅見面 我說好啊 從過年以前講到現在都還沒有到 因為他每天都沒用生意 他也來問師傅 我那時候剛好 我說啊 剛好 我過年後 在四五月的時候 開始辦主觀看秀 他說好 那時候我來找他 結果呢 已經過了半年 將近半年了 還沒有看到他人影 所以講歸講 人沒有辦法實踐 那是又另外一回事 他每一天都在拉影上面鋪文 你應該有看到 你應該有看到 他每天那個噗噗噗噗 正能量的那個 他從講到現在都還沒有來到甚至這邊 你說講會講嗎 會啊大家都會講啊 因為那個隨便網路 一個護士 他就可以貼在那個 信息上面 所以念念愛在道 念念在菩提解剖道上面 不是在菩薩道 現在的菩薩道 我講到這個我就害逃了 本來如果以子師他們所講的菩薩道 也算是不錯 要從哪裡開始 這個我上一個禮拜好像有講過 從十信到十字位 到再進到那個十位階的這樣修行 你看要經過總共有五十二階要去修行 大家都沒有沒有往這方面去修行 多大拼命在做什麼 現在菩薩道 各位都看得很清楚 拼命就在做善事 拼命就在做一些 好像看起來是利益眾生的 講到這一點 我今天還是要講 你為眾生在做環保 講得冠冕堂皇 你知道這個影響多少人的生活嗎 有沒有去看到這些低層底下人 每天晚上每天三更半夜 甚至早上撒一台車出來要想 這些人家不要的動作 他們是依賴這個生活 結果現在他們就萬壇 已經找不到東西 那爪斑也都去幫忙照著 那有用的東西都去幫忙照著 現在他們已經 這個社會又照顧不到 你知道在這個 這個在經濟學上面 這個叫做黑金 結果你看看 現在的菩薩道 是真正的菩薩道嗎 所以很多方面我們要去真正的靜下心來去思考 我們修行是不是真正的在道上 是不是真正的在解脫 你今天渡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往解脫道上面去走 所以行者在發心的時候所要重要的就是正確的意義 因為當初發心如果錯誤的人生光結醒過來 這個時候心念必須要安置在絕對的正確無物的領域中 這樣的心念要欣穎在哪裡 叫欣穎在菩提婚八度道之中 這個後來這個往後我會講 什麼叫欣穎禮婚八度道 這個必須要去在主觀裡面我都會講到 這樣的心念忌止 才能夠忌止一切的所謂的阿妙五體的現象 不稱為廢忌止 所以 念祭祭方面 這個就是念的祭祭方面 在祭祀層面要分為兩種 一個身色在道 就是實力繁星 則以外富 這個外富就包括我們自己的 那個周遭環境包括人際關係 你的身能夠在道上 那心才能夠在道上 身心他是同時依附的 不能只是身在道上 我舉一個例子很簡單 在去參加法會的身在道上 看起來他身在道上 但是心不在道上 他去參加這些儀式在那邊報 心沒有在道上 因為我只要一看我就知道 真正心在道上同時身心同時在的 那種 那個內涵就絕對不會一樣的 因為師父在參加道像這樣 很多的一些法會那時候 我都會坐在前面 觀察一些在那邊拜的這些人 他們的心心身心的變化 看起來 看起來 讓你感覺到他就是在厭護的 很多都在厭護的 那個明禮師叫他拜就拜嘛 所以他就 他就拜 他並沒有真正把身跟心同時 放在當下 所以這個 這兩方面我們同時都必須要去 好好去思考 練費都要記住 我們身心 那個 電費都要去記住 不想去看 你可能會知道 我會不會知道 你會不會就知道 你會不會有一段時間 我會不會 說來 你會不會 他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